女排联赛首轮辽宁女排在东港主场 3比0横扫浙江取得首胜 三局比分为25比21 25比15 25比11 日级外交集田敏明选的两位外援 米哈伊洛维奇和武奇科娃 状态都很不错 也都算是排超的老朋友了 二届米哈曾在天津女排效力过 但那个赛季受限于二传配合发挥并不理想 妈妈级选手武奇科娃上个赛季效力于北契 而后转会吐超肺内巴切 发挥稳定持续输出 浙江队还是轻松阶段 各方面都在打磨阶段 黄金一代夺冠功臣李静 目前已调来做助将 话说辽宁女排不知又出啥幺蛾子 尤其是复工位置 当打之年的尤佳琪因为欠兴奋而退役 在迎口当上教练之后 新赛季复出加盟了深圳中赛女排 之前亚聚杯夺得铜牌的得力干将孙宇晴和王陆佳 也莫名地突然下队 不得不临时调来两个生瓜蛋子顶上 胡明远也只是随队训练未进名单 胖乎乎低哥看台上拍手 传闻转会泰国春无礼至尊的消息 目前看是空学来风 一起观战的还有北长城延一 目前会跟队指导下小妹妹们